我的狀況是跟維恩姐一樣 就是很愛傳長輩圖 對 然後我爸是什麼長輩圖 冷笑話什麼詐騙資訊 然後他一次不是傳一個 他是這樣一打開這樣 啪 我會傳個瀑布 瀑布 是的 全部都分享的那一篇 比如說他會說什麼 咕咕的同學 什麼發生了什麼什麼 可是那個咕咕 不是我們的咕咕 是不知道誰的那個咕咕 就是 是陌生人的咕咕 你根本不知道是誰 也可能是我 只是複製貼帳 對啦 同學 同學小姑的兒子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我說那個同學是誰 他說沒有網路在幹嘛 我爸最愛傳詐騙給我 但他自己就被詐騙過 而且還是他傳了一堆詐騙給我 之後才被詐騙 你爸都沒在看還叫你看 但是人家有說 就是如果你的爸媽 會傳長輩圖給你 你也要珍惜 表示 是沒錯 你家裡面還有這個連結 對 我爸也是 但是真的是太多 你爸也會傳長輩圖 我爸也會啊 我也有給你們看 就是他會這樣 一直有很多瀑布 會啊 也是一堆圖 就是一直圖的嗎 這個也是瀑布 我爸還給我小時候照片 然後他說 你知道這是誰嗎 我說這是誰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 以前誰誰誰的會計 我說 真的嗎 我還想說我要回什麼 我說好... 他說你記得嗎 我想說我真的不記得啊 會計... 誰誰誰的會計 還不是我們這邊的會計 他說誰誰誰 我說好... 有時候爸爸傳長輩圖 好療癒喔 他傳到後來尊嚴 蕩然無蠢 他有時候手快你知道嗎 他把那個A片連結穿 對啊 怎麼可能 爸爸還這樣想看的 爸爸怎麼不能看A片 你爸爸都幾歲了 為什麼不能看 幾歲都可以看 我爸爸如果願意看 我還為他鼓掌耶 真的 這表示他還有這個 還有想法啦 還有一個想法 每個人都會收到 很多長輩圖 對 長輩圖是想跟... 他就是想跟... 好療療 好文化片啦 其媽的長輩現在 已經掉到膝蓋來了 亂講... 發頭了 發頭了 對 不要再給我 下次看我其媽怎麼辦啊 那個一直連發真的很煩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回一下 年紀大就是想要 從晚輩得到一些 一個互動 要跟他互動 你還給他按個讚都好 但是 一互動 又一趴來了 對 沒問題 自己斟酌... 自己斟酌亮烈尾 然後我要講的是 其媽會那個 一直講當年勇 就是他同樣一件事情 他只要心情好就講 悲傷的時候講 喝醉酒也講 講八百次 他常常講那個 當年大戰西藏熬犬的意思 什麼東西啊 你媽打算其媽嗎 其媽大戰西藏熬犬 很像褲子 等一下你講一次 我好講聽喔 怎麼講 李旭啊 你今天有這個老婆 要不是你祖母當年我 大戰西藏熬犬 什麼 你姐姐早給我打到膝蓋了 手機當時 不知道有什麼 門口有一隻西藏熬犬 還不知道誰問 我把它打到膝蓋了 你祖母 我一直把我打到膝蓋了 我一直把你祖母說 我一直把他打到膝蓋了 我一直把他打到膝蓋了 把他小弟說 難怪他 就算是你們祖母 把我打到膝蓋了 因為不能再打開 我演歌仔戲喔 不要啦 結果七七四十九秒 我自己出去 人也沒辦法 這件事說七七四十九年 想很久耶 這是真的事情 因為琪琪說 真的有一隻很大大的狗進來 牠們很怕 然後牠一直要咬人 媽媽真的要保護這樣 媽媽真的咬回去 牠就是跟牠搏鬥啊 好帥喔 孤哥 孤哥 老實的嫁孤爬 白色的又不爹 兩隻咬咬咬咬咬 我媽其實從小到大 牠就是很 媽媽好像都是這樣 現在你們也當了媽媽 就是小孩出生之後 你們什麼東西都要擔心 說好聽一點是擔心 說難聽一點就是 她會情緒勒索 國中的時候 同學不是都會騎腳踏車 這種東西呢 在我媽身上 絕對不可能 有一次呢 我真的是拜託她 我說媽媽拜託拜託 真的讓我騎腳踏車去上學 好不好 千拜託萬拜託 她說OK 我讓妳騎腳踏車去上學 結果我媽的摩托車 跟在我後面 我說媽媽妳不要這樣子 她說 妳騎啊 我只是跟在妳後面 我看妳有沒有安全而已 為什麼不行這樣 好 這件事情就算了 一直到高中 還是這種模式 因為高中後來到嘉義市區了 每一天都要接我上下課 都超級早 但是她還是甘願要這樣子 到了大學 對啊 到了大學 我終於想說 好 終於可以填志願了 到我要脫離這個 魔掌的時候了 這時時時刻 我媽就站在我後面 就要用電腦的時候就這樣 為什麼第一次志願要添台北 為什麼第一次志願要添台北 為什麼第三次志願 還是台北 為什麼都沒有嘉義 然後我說 沒有啊 媽媽 我們通常填志願都是那種 前三志願都會先填 台北什麼 北科大 什麼什麼 都先填這樣 我就是好不容易用這招 說服我媽 我說 拜託妳女兒子 不是要偷找的人 前三志願 不可能 就是過一個行事而已 然後到了第四 她說 妳第四志願 要添台 然後我擺腳要填台中 但是我媽死兵 一直站在後面 妳只要寫嘉義 我連 對 我連填都沒辦法填 我摸摸填一個 嘉義大學 我媽哼 哼 結果好死不死 考到第三志願 這時候我媽又要中了 妳跟我說 不會上嗎 怎麼上到那邊 然後一上大學之後 妳每天 我要看到妳 是不是在家裡 有一次不小心去 跟同學逛夜市 她打電話來了 我想說錯菜 我不在家裡 我想說今天電話怎麼辦 不敢接 然後我媽就開始奪命連環扣 三十幾號 然後到了回家之後 我媽就說 妳剛才去哪裡 沒接到我 我說沒有 我剛剛跟同學逛夜市 逛他們夜市 妳都已經放學多久 還去逛我們夜市 不一樣 她媽還是會擔心 對 很難心 我跟你講 我媽就是這個過於擔心 她從小時候就灌輸我說 我跟你講 男生很可怕 男生很可怕 一直到現在 這是真的 對啊 男生真的很可怕 真的 真的 所以我現在連我自己 到時時時刻說沒事 那男生在說 我好怕 真的 為什麼要這樣 我好怕 我走在路上 只要看到有兩個男生 就是這樣子並肩站在一起 我就會害怕 妳就會害怕 我媽就是這樣 小時候就這樣 然後說你看那個新聞 小時候 男生就是會強暴女生 男生就是會騙女生 他騙你的錢 還騙你的身體 到時候你什麼都沒有 然後所以到現在 在路上看到真的會怕 騙你的錢 騙你的身體 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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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節目 都會提供給KOL 如果有什麼困擾 可以請教我們的來賓們 我們這一集的KOL的困擾 是 三字經 五字經連天 感領養炒之白 很棒啊 很棒啊 那都是首新疆民謠的 你不會又是金句了吧 沒有 這本來是新疆民謠 這我表演過啊 當領養炒之白 你一首歌 你喜歡中人感 這不是一首歌啊 這真的是一首歌啊 這真的是一首歌啊 我無法理解 真的假的 真的 你這個當然多上幾次 他就有舞蹈了喔 他舞蹈真的出來了 好 他阿嬤出口成章 讓他覺得很丟臉 該怎麼辦 好耶 我跟我哥有時候吵架 也是會忍不住就 你知道 當領養炒之白 就這些都會講出來 我媽的妙招是這樣子 他就先讓我們吵一下 兩個人對罵一下 之後就這樣默默默 默默地走到中間來 站在我們中間說 怎麼樣 你娘在這裡 你娘在這裡 你到底是要 趕羚羊 還是要炒之白 炒之白 傻眼 對 我們嚇死了 想說 哎唷天啊 你又 對 又是我會覺得 就是跟阿嬤一起試試看 就對罵 跟他對罵 對啊 炒之白 就是你也炒之白 這樣子 他就這樣而已 他就說 你老 吃累的你知道 就一直對著 他可能講到最後 他自己也會很尷尬吧 對啊 我自己是覺得 其實有時候他們 那真的是一個口頭傘 因為其實有一些大哥 他們可能也是 喜歡講電話 就說什麼... 炒什麼... 就會講一些那種 像我爸爸也會 對 其實那個就是他們的 哈囉 你好 對 就口頭傘 對 那我覺得如果說 你真的不喜歡 其實老人家很吃一個 你就跟他說 阿嬤你這樣我會怕 我會去太怕 他們就會想說 那會讓你嚇到 他們可能就會比較熟練 而且加上 你看我們現在小朋友 以後有小朋友 對啊 就會跟他講說 不要講太多這聲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就是其實老人家 有時候沒有惡意 而且他搞不好是關心你 對啊 像那個在嘉義 嘉義有一個阿婆彎 然後你只要有重機 其實騎過去 他就會說 騎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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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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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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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是有惡意的髒話 其實有一招 我覺得滿有效的 就是我們都是怕小朋友學 就把他當負面教材 像騎媽如果再亂買東西 我跟你講 阿嬤這種亂花錢的行為 就是不行的 我們不能學 好 你讓小朋友看到他這個行為 是不OK的 但你不要當面去罵長輩 對 你沒有辦法改變錯的事 但是你可以改變自己 對 去教好小朋友 前輩啦 也是為了是前輩 對 也是為了你們好 對 也是為了我們好 對 而且他這次 大家開開心心的 又是福音歌曲 福音歌曲 最能教化人心啊 聖誕節的時候 大家一起歡樂 大家站起來亂 對 來 老師 來 老師 Time up the music 來 老師 對啊 是因你愛尋找 你將我尋找 Merry Christmas 謝謝 下次見 Merry Christmas